今天精選要帶您看看 最近跟我們台灣友好的國家似乎越來越多 很多國家無私捐贈疫苗 其中立陶宛不只是捐疫苗 現在跟我國的關係將更進一步更穩固 立陶宛總統就表示 將以台灣的名稱是受力代表處 代表立陶宛追求獨立外交的路線 並不違反一個中國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 美國總統拜登是承諾支持的 因為兩個人曾經進行非正式的會談 拜登回應說他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重點他在說 並保證美國願意而且全力支持 立陶宛的任何決定 而且是上個月底 台灣就曾經是組考察團 訪問了立陶宛 是在半導體等領域 簽署了六項MOU 而最快是會規劃 台灣跟立陶宛 在今年底明年初會互設代表處 只是這互設代表處兩國意願很重要 但有美國的支持更是關鍵 但這樣支持會不會又讓中國玻璃心呢 而最近美國海軍部長戴杜羅 他就表示中國是美國最大威脅 中國以和平或是軍事手段 接管台灣的意圖是對美國的經濟安全 以及全球經濟不穩定來說是最嚴峻的影響 而美國參謀首長也是聯席會的主席 秘利更是警告了 中國的軍事實力真的是在大幅的進步 而這樣的大幅進步 坦言美國未來恐怕不再是國際的老大哥 全球現在已經進入了三級的世界 也就是美國俄羅斯跟中國形成了三強鼎立的局面 只是由過去的兩強變成三強鼎立 雖然只是增加了一個國家的轉變 但是這樣的轉變就為此地緣的戰略 是增加了不少的不雜性 維護大國間的和平 將比過去在美蘇時期的冷戰還要來的困難 但是秘利也說了 他不認為中國會在未來兩年內採取軍事行動 如果中國真的是武力犯台 命令他是保證了 美國絕對是有能力來保護台灣 而聊到美國就再來看看 美軍在中東又踢到鐵板了嗎 因為伊朗的官方是宣布了成功挫敗美國 企圖在阿曼灣查扣伊朗石油的行動 還高調發布了影片 而片中這個伊朗的革命衛隊跟美國軍艦是對峙 不過美國的國防部卻是矢口否認 畫面中紅色的美國郵輪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距離十分接近 畫面相當緊張 對於闖入美國阿曼灣 伊朗是不甘示弱霸氣宣布主權 伊朗官方當地時間三號發布一段影片 宣稱伊朗成功阻止美國意圖在阿曼灣查扣運郵船 而這艘船上載著伊朗生產的石油 對此美國官方部這樣說 美國與伊朗交惡已經不是一天兩天 2020年1月美國擊斃伊朗軍事指揮官蘇蘭麥寧 讓伊朗全國群情激憤 之後更放話要美國血債血還 甚至發布恐攻宣傳片要用導彈毀滅美國國會大廈 現在雙方在海上又起衝突 伊朗國家電視台刻意選在29號 將在維也納回覆召開的核子談判前 可以看出伊朗在白宮改朝換代之後 對美國的敵意絲毫沒有減退 三位新聞零零漢報導